這次一口氣嗅吃15款以上 市值超過5000萬的豪華車種 車上辦這樣的一個豪華車體驗營 搶功消費大便 急速呼嘯而過 現場的氣氛嗨到了最高點 頂級車品牌駕訓班 絕對少不了這一位 買課程的最大目的之一 就是做這樣的一個千萬超跑 直接體驗賽道上飆速 要駕近千萬的新款超跑 當期小黃 時速飆上200公里以上 刺激程度破表 而接下來的體驗同樣很恐怖 不只遇到障礙物 車子會自動煞車 只要經過設定 車子也幾乎能全自動駕駛 不管是前車轉彎或是煞車 方向盤油門都能自動感應控制 自動駕駛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從油門到方向盤 完全不碰 它還是可以跟著前面的車一直在走 加入最新科技跟高速體驗 每年都早早就被搶光光 這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我們一定會繼續 在未來的情況下 根據統計 高達6成的報名學員都買車 也難怪不只賓士 B&W 寶志捷等等 每年年底都舉辦類似的活動 新車藉此曝光 也衝刺年底銷售 都是財產學員圈沈玉騰 在大鵬灣的長榮報導 非常堆 技術 彈結束 表現 五月